好,那各位呢,您進到這個OneNote這個網站之後,這邊 在這裡 1234-1.knoww.net 那麼您進到這個網站之後呢,有三種方式可以註冊一下 第一個是比較標準的 您可以用會員登錄在這邊 那還沒有帳號呢,就可以直接註冊 你可以選擇用社群的方式登錄 那這是第二簡單的方法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我就不要 我想要根據我的E-mail註冊也OK 那第二種,這一種方式呢 它會寄封認證信給您,所以你要去收信一下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還很麻煩呢,沒有關係 你也可以用訪客的 當客人就好 直接就可以進來 它在這邊可以直接取得你的訪客代碼 它會給你一個八位數 你只要把這八位數記下來 那麼您剛剛有等一下呢,你有加入的群組 有做過的閱讀 這些所謂的學習紀錄都會把你留著 那你下次呢,你就在這邊打入相同的代碼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說你想用訪客,OK 點進來 好,您可以看到在這邊有沒有 這裡 好,這樣就找到了 那麼你進去之後呢 進去之後在這邊 如果你剛剛不小心 號碼就忘記了,沒有關係 你看 右上角這邊還是一樣在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OK的 你如果不小心忘記了,OK 那我們今天的資料呢,我會放在這裡 把它放在我們的群組這個裡面 把它放在這個群組裡面 好,稍等一下 我先確認一下我有沒有公告出來 我們的這裡 好,我先把它打開了齁 好,那您進到我們的群組呢 點下去 就會看到我們的已經放在第一個 好,你把它點進來 右上角這邊就有一個加入 好,右上角這邊就有個加入 你們就可以從這邊 直接進到我們今天 所有的研習資料 還有我們上課錄影的影片 通通都會放在這邊 好,所以如果說您 研習結束之後 你回去想要再看一下 甚至軟體的部分 你有需要下載 也可以從這裡進來 那我們今天呢 都只放免費軟體而已 好,所以 網路上也都可以找得到啦 好,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主角啦 不一樣的簡報方式 在這邊 那等一下你可以看一下 好不好 OK 這樣知道怎麼加到 我們的群組裡面來了 好,來畫面還給各位囉 好,謝謝 謝謝 臭小子 我今天還是要在這裡 好,謝謝 來吧 好,謝謝 我們今天一起去 我們現在我們公開